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冯大伯三会推出Xbox 游戏人生 专介绍Game Pass的游戏和潜力新作 事不宜迟 立即开始 今天的第一宗新闻 就是Xbox Game Pass Core正式登场 当然 这个一定是今个礼拜最大的新闻 但是我已经制作了一段详细的影片 去介绍和拆解这一件究竟是什么 如果想详细了解的朋友 又就去看回那一段影片啦 简单来说就是Xbox的金会员直障消失 变成约化入門版的Xbox Game Pass啦 我就反而惊讶各外有不少的声音 觉得这一件事可能是坏事来 但价钱完全没变 同时金会员游戏也都跟一般大众玩家 越来越远的时候啦 我就真是不觉得金会员变成Xbox Game Pass Core 对原本金会员玩家会有几大的损失啦 微远观望亦都列出了更加明确的比较图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那这封图就帮到你啦 另外Xbox 游戏 游戏展无论在声势或者实际上都摆到明是每年游戏最大的城市之一啦 今年更加创下了Xbox游戏展日来最高的收视 多达9200万次的观看 当中不单是因为出现的游戏 无论第一方或者第三方有近九成的作品 都是Day 1 Game Pass一推出玩家就可以玩到啦 同时亦都因为微远第一方工作室阵容越来越强大 每一年都令人期待究竟他们会给些什么作品出来 亦都部分因为微远近年在第三方 往往都争取到很令人惊讶的Day 1或者首次公布游戏 例如今年的Play Day 3和紫神之道 这些都是一些很吸引的作品 不过Xbox没有停下脚步 无论是每年在东京电换展的进步 又或者今年开始有些好像Developer Direct等等更加小型 但详细的节目都确实给到Xbox玩家 更加多元化的观感体验 这一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来的 当然要在游戏之外吸引玩家的眼球 APEX团队一向都是值得学习的对象 除了每一季开始之前的动画trailer制作得很优秀之外 最近更加在YouTube放了一段全新的动画系列 告诉大家未来故事究竟如何走下去 动画水准就一贯都是高质的啦 有剧情有战斗更加揭示了 将来可能要开始对抗APEX比赛的主持人 虽然很想套重 为何他们不抢枪来使用呢 但见到Maggie用大招加速波差点 撞在队友上 这一个根本就是终实还原回游戏的情况 最后飞丁妹起飞拯救大家的一句经典台词更加正 虽然APEX的情况仍然是大喜大乐感 但考虑到它相当优质的操作手感 都是很难找到代替品的 所以希望他们继续努力找到正确的更新方向啦 当然要在游戏里面都吸引玩家 那款游戏才成功的嘛 还未推出的《真人快打》第一集重制版 就很明这个道理啦 他们最近公布了额外的人物阵容 当中一看下去 为什么有个人把马桶带在头上呢 然后全能人落难 难道要改为征服这个世界? 但最搞笑的是 护角超人是不是走错了? 这里不是call of duty 为什么又看到你呢? Anyway 这个超级英雄 齐聚的阵容真是不得了 而且他们的人切和残暴的手法 亦都好配合真人快打的风格 看来他们都有排打的 但是和平使者应该会被另外的两位一眼秒了 那不公平的 刚才又提过call of duty 他最近在官方的Twitter 就放了一个耐人尋味的投票出来 问大家想不想把今集modern warfare 2的武器 角色和笨道 带到2023年新一集的call of duty的变和 但是两个选择都是事 那用这种傲腰转转手法 告诉玩家新的机制 这种手法不说是好系坏 但是这个新机制 确实对玩家来说是挺友善的 玩家不用再在新一集推出的时候 被逼放弃之前投入的时间 金钱 始终玩家最喜欢的都是游戏的过程 不用玩家在外观、降原等方面 由头开始 其实反而会增加玩家对于游戏的连注度 和对新一集的期待值 不过又这样 既然可以带到2023年的call of duty 是不是那一集都会是近代背景的call of duty 如果不是将降原和武器带过去 会很奇怪的 虽然可以靠调整来解决 但我真心希望不要再玩什么一二战 冷战、月战 多些现代和未来的战争才是好的 大家都猜到我想说什么 每次都要说一次 我真心希望新一集call of duty 是infinity warfare 2 麻烦 明明整个故事世界观这么正 为什么不整下一集呢 真是不明白 为了有一个更良好的玩家竞争环境 最近 XBOX在特定的英语市场 推出了Alpha和Alpha Skiphead Insider 才可以先行尝试的 语音聊天回报功能 其实就是如果你在游戏里面的队伍聊天里面 被人用不文明的语言欺凌之后 你就可以捕捉前60秒的游戏画面和语音聊天 回报给XBOX的团队再出调查和惩罚 出发点是好的 但实际上来真的好好好困难 只能说XBOX真的很喜欢花钱花时间做好事 但是是一些吃力不讨好的好事 首先正式推出的时候 应该有不少人会将这一件事 当作举报外挂和作弊的用途 相关团队就要处理很多额外不相关的投诉 说真的包括语音欺凌外挂等等 其实摆明应该是游戏商的责任去管理 所以微软可能会就着这个全新的机能 和不同的游戏团队开发商 在这方面又进一步的合作 而另一个大的难题 就会是 往往玩家之间在吵架 串来串去 是有前因后果的嘛 A玩家吵B玩家 很可能是因为B玩家 在之前已经垃圾了火头 但如果在这个新的功能之下 只有B玩家有6低对话和举报 那对A玩家就会有不公平的地方 亦都很难想像XBOX团队可以追踪全部的对话 找到整件事的真相 所以只能够说XBOX就是这样 很喜欢花钱花时间做一些好事 但是是一些吃力不讨好的好事啦 最后怎么都要看一下收购案 因为为了流量 最新的交易期限就延长到10月18日 怎算好呢 但其实没什么怎么算 结果很正常的 FTC收回上数 CMA也都明显接近妥协都好 走程序都是要点时间的嘛 本来要在之前期限完成 就真的比较理想化些 微软也都不需要急着这样做 当然10月18日只是一个限期 在搞定了CMA之后 相信微软很快就会完成收购 实际会比这个日期来得早 限期只是一个底线 所以就着收购案就没什么好担心 一如以往都是边玩游戏边等 以上就是今期XBOX周报的全部内容 早几天我就看了奥本可物 只能够开摊 这个真是一款奥斯卡级别的作品 就算有90%都是文气 有2%是什么的 就大家自己看吧 但整套戏都是超级忍臭 但是在看之前 记得看一下新品的简要 如果不是有机会跟不上整个剧情 或者是因为之前先在广告参观完圆爆的纪念本 所以都感受到三维一体核事 改变了人类历史的那份沉重感 开发者开发完之后转为挺身 警告和劝队要设立监盘 这件事最近才发生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或者历史真是一个不断的循环 By the way 好像洛兰和小岛这种人 老实的 我每一次都不会在意 他们新作品是关于什么 就已经很期待 因为我可以肯定 他们每一次的作品里面 都是放100%的心血 理念和执着 这个正正是我喜欢他们的原因 以上就是今期Xbox周报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都喜欢这种形式的分享 那记得 common like and share我的影片 亦都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场先看 那今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是这样 拜拜